第二个问题呢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施工招标的流程 施工招标的流程呢 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首先呢 要大家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建设工程招标是要约邀请 投标是要约 中标通知书是承诺 这句话呢很重要 我们需要大家呢去掌握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管理教材 在合同法当中啊 提到了什么叫要约邀请 什么是要约 什么是承诺 那么所谓的要约邀请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说要约吧 什么叫要约呀 要约就是希望和对方达成协议 或者说达成这个什么交易的这么一个愿望 一个意向 一个意思表示叫做要约 我希望给你定立合同 那么也就是我先主动的要求你定立 给你定立合同 对吧 那什么叫承诺呢 也就是说答应或者同意和对方 定立合同的这种意思表示 叫做承诺 那么我们说合同定立 或者合同的成立 合同定立的过程 一个是要约 一个是承诺 对不对 发出要约对方承诺 这个合同就算定立了 然后呢 什么叫要约邀请呢 要约邀请 不是合同定立的一个必然的程序 对吧 那么要约邀请呢 是希望对方向我发出要约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 我们说的一些 你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 有些人在那个马路上给你散发一些传单 大多数是那个加油的 那个房子散案广告 对吧 什么商场的促销 那么这些传单呢 往往就是什么呀 要约邀请 对吧 要约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 目的得明确 我就想给你定立合同 这个合同的内容应该是明确的 第二个 你得有特定的指定对象 对吧 你说我随便找个人 我就都可以定立合同 那个不叫要约 特定的人 指定对象 特定的事 第三个 什么呀 你还得是以地阶合同为目的 对吧 说我不想给你定立合同 我就逗你玩呢 我们有个小品叫逗你玩吗 都逗你玩呢 假装给你 要给你定立合同 那这不叫要约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说 这个三个的概念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 我们说工程的招标不是要约 它是要约邀请 投标才是要约 那么中标通知书 那个阶段是承诺 也就是说呢 你投标是要约 中标通知书是承诺 这两个条件具备了 那么这个招标文件 或者投标文件 或者这种招标行为 就具有法律效率了 对吧 投标人 递交投标文件 要约 然后呢 中标通知书发出去了 那就是承诺 那么只要中标通知书发出去了 这个行为就受法律保护 要有受法律的约束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关于 要约邀请 要约和承诺的这么一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面的 下面呢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个招标的程序 第一个呢 我们要进行招投标活动的 招标活动的准备工作 这个准备工作呢 一个是你得有法 就是个招标的主体 你得成立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 你是成立指挥部啊 你是成立项目公司啊 你是有什么部门 直接就去进行招标啊 这个呢 得有招标主体 另外一个呢 招标 你是自己招标啊 你还是委托招招标代理公司去招标啊 你说采用公开招标还是邀请招标啊 就这些内容 我们都得做一个准备活动 准备 这是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有一个准备 第二个是什么呢 编制资格预审文件 这里边呢 有两种方式 这个资格预审呢 资格审查 主要是对这个潜在投标人呢 进行资格的审查 那么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资格的预审 一种叫资格的后审 所谓资格预审呢 就是在我们正式发布招标文件的前提之前 我们先对潜在投标人 就是有意向投标的这个投标人呢 进行一个资格预审 先审一下你的资格 满足不满足我们招标的要求 那么如果说你满足了 你就进入下一阶段正式投标 如果你不满足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说你不满足 请你出去 请你出去是这样呢 有两种好处 第一种什么呢 就是给招标人呢 减少工作量 第二个呢 也给投标人减少工作量 和减少这个费用的发生 提前告诉你 你不符合 你就直接回去就得了 你不要等到最后一步了 说评完标之后发生 说你不合格 那你这个时间的精力 这金钱的费用都浪费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 就进行资格预审 那么有的工程项目呢 它是没有进行资格预审 就直接发布 招标文件 然后呢 先进来再说 然后我再进行资格审查 有两种形式 那么我们看这个程序 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进行资格预审的话 准备完之后 你就要编制资格预审的文件 就是告诉潜在投标人 我要进行资格预审 你都需要具备什么什么文件 这个条件 然后呢 发布资格预审的公告 先发资格预审的公告 发布资格预审公告呢 再就是发售什么呀 资格预审的文件 首先编 编完之后发公告 说你什么时间 上我这个招标人这来 然后呢 领取或者说 这个出售 这个购买这个资格预审文件 然后接下来呀 这个投标人呢 就根据资格预审文件的要求 编制自己的什么样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把你的业绩呀 把你的财务状况呀 把你的人员呢 把你的这个设备呀 这个基本情况呢 都说清楚 然后呢 投标人呢 编制资格预审文件 申请文件 在规定的事件内 再给他报回来 报回来之后呢 招标人就要审查 这个资格预审文件 申请文件 审查完之后 如果有合格的 那就通知投标人 说你合格了 准备下边的投标吧 那么说你不合格 告诉你了 你出去吧 你不要再再来了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因为你不符合我的口味 对不对 你不符合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倾向 所以说呢 这有一个资格审查 然后呢 发布这个资格审查 合格的通知 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发布资格审查 合格的通知以后呢 这个投标人即使合格了 你也得明确告诉招标人 你是不是参加投标 如果我发布资格 合格的这个通知 告诉你 你合格了 然后呢 你也没有书面告诉我 你到底参不参加 下面的投标 在这种基础上 你再来参加投标的话 招标人是可以拒绝的 他不是一定拒绝 但是要 他是可以的 就是我保留拒绝 你的这个权利 这个大家要注意 其实在实际工作当中呢 这些都是细节问题 大家好多人呢 不太注重这东西 对吧 就是我们说 如果有资格预审的话 是这样 但是如果要没有资格预审 我们进行资格后审呢 直接就发布招标公告 或者你要是邀请招标的话 就发布投标邀请书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阶段以后 我们就编制招标文件 这个招标文件呢 可能是在他之前编制 也可能在他发布之后编制 这都无所谓 因为呢 他没有一个前后顺序 编制完招标文件 然后就发售招标文件 发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里边 就把我们的投标的要求啊 公司上清单的一些内容呢 就都已经函在里边了 包括一些图纸啊 可能都在里边 然后接下来呢 发售完招标文件以后 招标人呢 往往会组织投标人呢 进行现场大刊 召开投标预备会 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对于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基本情况 现场情况进行介绍 有利于我们投标人呢 回家自己去编这个投标文件去 对吧 召开投标预备会 主要是进行答疑 对于我们现场的问题呀 对于我们这个 呃 在别人投标文件当中呢 投标人的一些疑问呢 疑惑呀 进行解答 呃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招标文件呢 澄清修改和答疑 这个呢 不是必经的过程 这是什么呢 如果招标文件有瑕疵 或者有需要修改 需要澄清 需要解答的 那么招标人呢 可以呢 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澄清修改和答疑 如果说呢 我这项目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那就可以 没有 没有这一步 包括我们呢 现场他看和召开投标预备会 也可能没有 他不是一定要召开的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呢 有的投标人 向我这来举报 举报说什么呢 说你们没有召开那个投标预备会 你们也没有现场答疑 这是不符合程序的 我要举报你 那怎么回答呀 我就给他解释 这个可以不召开会议 然后呢 你有问题呢 你可以问 对吧 你书面给我 当然了 我们这都是书面的 对吧 你书面来 我可以书面给你解答 但是要都给 所有的投标人啊 都要给解答 对吧 但是呢 你要实在不行 你还要举报我 那也没办法 你只能去吧 这是不是必经的步骤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投标人呢 根据招标文件 现场大刊解答的疑问呢 这些问题 我们去编这个投标文件 编完投标文件 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进行投标 就递交投标文件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招标文件呢 要组建平标委员会 就是平标的这么一个 一伙人吧 或者一帮人 都是所谓的专家 对吧 这个专家 有技术专家 经济专家 我们这个招投标法呢 又修改稿 又说到 还有法律专家 对不对 那可能我觉得还会有 是不是还会有财务专家 还要 是不是还会有税务专家 这都可能 然后这里面呢 组建这个平标委员会 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开标 开标其实就是一个 唱标的过程 对吧 然后呢 平标 平完标就定标 确定什么呀 谁是中标人 或者中标候选人 然后呢 确定完之后 发布中标通知书 最终呢 签订合同 签完合同 我们这个招投标程序 已经就结束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招投标程序 基本就这么一个过程 从开始准备 一直到这个资格预审 发布公告 编制投标文件 发售招标文件 然后呢 现场踏刊 修改 答疑 然后呢 这个投标人 编制投标文件 然后接着就投标 组建评标委员会 开标 评标 定标 发布中标通知书 还有呢 签订合同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大致的环节 这是我自己给总结的 就是大致的环节就这么多 然后呢 在这些环节当中 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 需要我们大家掌握 然后我们出题的时候呢 就从这些环节当中 不一定从哪个环节 给你找出一句话来 说 找不到人 在什么什么阶段 做了做了什么什么事 问你啊 这种事 合适不合适啊 为什么这么做呀 做了对不对呀 不对呢 正确做法是怎么样的 就出现这种问题 这是我们考试的一个基本的套路 然后呢 我们根据刚才所说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 关于招标当中 需要我们大家掌握的内容 这个程序当中啊 第一个招标阶段 招标的准备活动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招标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在这里呢 我再强调一句 我们这些内容上 你不一定全部都背下来 如果你全部都背下来 那当然好了 是不是啊 说我不愿意背 我工作还忙 我家里事还多 我还想考试 还想过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你 你多多费点精力嘛 就是你多费心嘛 是不是啊 在这里呢 不一定全部都背 但是呢 我需要你有印象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里边呢 让我们全部用文字性表达的内容呢 可能也会占一个小问题 但是不会太多 所以说呢 你只要知道个大概 你能用你自己的语言 给它复述下来 或者描述下来就可以 第一个呢 我们要求呢 就是说 招标必须具备的条件 首先呢 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 也就是你得有招标主体 招标主体是谁要注意 要有 初步设计 其概算应当履行审批手续的 已经批准 就是你的这个 初步设计和概算 招标范围 招标的方式 组织形式 招标范围就是你项目的范围 我们那个招标公告里当中的说到 对吧 招标项目 或者我们签订合同时候的 工程范围 然后呢 招标方式 是公开招标 还是邀请招标 组织方式 组织形式 你是自己招标 还是委托招标代理公司 这些呢 应当履行手续的 要履行手续 有相应的资金 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项目的资金啊 不是说你招标的资金 说我项目投资一个亿 我现在招标呢 需要两万块钱 我这两万块钱已经落实了 我是不是可以进去招标了 不是这个事 是你项目的资金 那么这个项目资金呢 说有相应的资金 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 他不要求说你项目的资金 都在你银行账户上趴着呢 所以一看你银行账户 确实有一个亿 你可以招标了 不是那一回事 他说资金已经落实 来源已经落实 我是资筹啊 我还是贷款呢 如果贷款呢 可能会有一些贷款的 一项框下协议啊 其实就可以 那么这次呢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也是 不是让你记住 解释是有助于你去理解 这个东西 那么有招标所需的图纸 技术资料 说法人得有 资金得有 这钱得有 初步设计 概算得审批 招标形式方式 组织形式 也得审批 是不是 技术图纸资料也得有 这么一些内容 往往呢 出这个问答题啊 或者判断挑错啊 都可以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题目 你比如说我们 照片当中有一道题 类似这种 什么呢 他说 他说啊 这个初步设计啊 概算呢 就是正在进行 编制过程当中 然后呢 下一步进行施工招标 行不行 那肯定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满足 招标条件吗 第二个 确定招标方式 刚才已经说过了 公开招标 和邀请招标的 这个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 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这个刚才说过了 我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了 技术复杂的 就是什么 人少嘛 一个人少 一个是什么 钱多 那就可以啊 进行邀请招标 对吧 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资格预损 资格预损呢 包括资格预损的公告 资格预损的这个文件 那么在这里 大家看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资格预损公告 和招标公告 应当在国务院 发展改革部门 指定的每一届上发布 我又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说招标法 你改为规定 是你指定啊 还是规定啊 指定的这个 命令性特别强啊 也是范围特别小 对吧 说改成规定呢 就显示我们现在这种政策的倾向 规定在什么样的媒介上就可以了 你不要指定了 指定那个东西太绝对了 那么这个就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在指定的媒介上发布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几点 第一个 在指定的媒介上 你可以说规定吗 在指定的媒介上发布 那么我们说呢 如果说在不同的媒介上发布的话 那个内容应当保持一致 内容应该一致 第三个 不得收取费用 谁不得收取费用啊 是那个指定或者规定的媒介 不得收取费用 我们一般都在那个 这个招头标那个信息网上 对吧 这个发布 是不得收取费用的 你只要记住这个 几条就可以了 挑错改错呢 你基本就能答出来 一个是指定 一个是内容要预致 第三个不收费 不收费 然后在这里 大家记住一块 就是在公开招标过程当中 采用资格预审的这种程序的 那么可用资格预审公告 代替招标公告 那么资格预审以后 不再单独发招标公告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公告的目的不就是要告诉你 我要招标吗 资格预审不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 对不对 资格审查 刚才我说过 包括资格预审和资格候审 其实它的基本的目的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阶段不一样 资格预审的程序是 第一个 发出资格预审的文件 资格预审文件 这里呢 就有一个时间上的规定了 自招标文件 或者资格预审文件 出入知识起 自停止出入知识值 不得短于5日 招标文件和资格预审文件 我在这一起都说了 就是都是5日 5天 记住不是工作日啊 是5日 那么也就是说 从开始发售 一直到停止发售 不得少于5日 你说我7日行不行 我10天行不行 当然可以 你只要不少于5日就可以 那么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时间 自资格预审停止发售知识起 不得少于5日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从这一天 这是5天 我要发布资格预审文件 然后呢 截止了 再过5天 这个时间点 是递交 就是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时间 不得少于5日 可以长不 可以长不 可以 但是短了不行 就是说 递交资格预审文件 是投票人递交吗 你得给投票人 至少5天的时间 从这节止了 你得给投票人 至少5天的时间 去编制这个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 对不对 有这么一个规定 然后呢 招标人呢 可对发出的资格预审文件呢 或者招标文件 进行修改 澄清 解释 那么如果这种澄清修改和解释 如果 要是有可能 影响到投票人 编制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或者投标文件的话 怎么办 你不如说 今天晚上我发一个解释 或者修改一个内容 明天早上 就投标就截止了 那么你不是把投标人 置于什么 这个尴尬的境地吗 对不对 还有个时间限制 是什么呢 就是 这里边至少是三天 或者截止是15天 什么意思呢 如果 招标人 要对资格预审文件 进行修改的话 应当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递交截止前的三天前 你比如说 在这一天 发布了五日 再有五日 递交截止了 那你比如这是一号 这是12345678910 这是发售了资格预审文件 这是递交什么呀 资格申请文件 那么招标人 要想在这里边 要对我们的资格预审文件 进行修改解释的话 至少在这几天呢 三天之前 就是说你最少也得给他三天 时间让他修改去 那么如果发售的是 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要修改呢 应当在投标截止日前之前的 什么 15天之前 15天之前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是招标人如果想修改 资格预审文件的话 应当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截止前的 三天之前 如果说要修改招标文件的话 应当在投标截止之前的 15天之前 那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 给招标 给投标人一个 修改相应文件的 时间 这个时间 大家一定要记住 非常重要的点 如果不足这个天数怎么办 那么相应的 要延长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或者投标文件的递交 或者截止时间 反正你不管怎么说 你必须得满足这个条件 这里边 我就给大家提示一下 招标法 已改成多少天了 10天 小型工程 最短是5天 这个全当大家去理解 就是全当是了解的内容 不是我们考试的内容 现在不是15天吗 时间太长了 这是我们整个招投标程序 原来大家都是 把它当成一种权利 对吧 一种权利呢 就管好 用好 用到极致 那整个招投标 这个程序太繁琐 时间太长 导致我们这个效率太低 现在怎么办呢 要缩短 15天变成10天 小型工程 5天就可以了 5天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资格预审文件的修改 发布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 那如果我作为投标人 我对于招标人所发布的资格预审文件和 招标文件 如果有意义的话 怎么办 也就是说投标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 如果有意义的你也可以提 但这个时间呢 是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之前的两天前提出 在 投标截止 日子之前的 10天前 也就是说 发布人 要想修改的话 那就是 预审文件 就是3天 前 招标文件 就是15天前 招投标法 你改为10天 小型的 你改为5天 这个不用记啊 这个不用记 然后呢 如果是投标人 提议怎么办 应当是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两天前 这个是10天前 对吧 你把我刚才说的一大堆话 你把这几个数记住了 就可以了 这个要注意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接下来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点 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排斥 潜在投标人 或者投标人 那么我们招标呢 一个基本原则 就得公开公正公平 对吧 不能有什么歧视 或者限制投标人的行为 重点有这么几条 其实你不用背 你只要听我给你啰嗦一遍 你得有个印象就行了 因为有些事啊 如果你是做工程的 你不管是哪个专业啊 不管是市政啊 还是交通啊 还是这个图件 招修安装啊 你如果做工程的 你就有这种印象 如果你不是做工程的 你想一想 万变不离其中 什么事都得讲个道理 对吧 你想一想就想明白了 说就同意招标项目 像潜在投标人 或者投标人 提供有差别信息的 那你明显不公平吧 设定的技术资格 商务条件 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 和实际需要 不相适应 或者与旅行合同无关 什么意思啊 我这就是要累一个机窝 我需要招标 招标什么呢 我需要有特级总包资质的单位 才能够施工 这不开玩笑的吗 对不对 就是与我们的项目特点无关 那你明显要排斥某些投标人 潜在的投标人 第三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以特定的行政区域 或者特定的行业业绩 奖项作为加分条件 或者中标条件 说我要进行招标了 贞工招标 然后什么 特定的行政区域 就是必须是我们省的 必须是我们省的施工企业 财政投标 那明显是有地域性的歧视 第二个 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 说我是这个煤炭行业的 我要做一个煤矿设计 或者施工 然后怎么办呢 EPC 是不是 我要做一个项目 然后说必须是煤炭 我们煤炭哪哪个部门下属的企业 才能做 行不行 必须是做过我们这个系统工程的 才能做 才能投标 必须是得过我们这个系统奖项的 施工大位才能投标 是不是就是这个条件呢 这都是歧视限制性条件 对于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平凡标准 标准都不一样 那你肯定是歧视嘛 对吧 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 原产地或者供应商的 原来我在这个开发公司都是这样 说这个开发公司采购这个 比如说一些线缆 必须指定是某某某品牌的 为什么呢 说这种品牌的限量就是好 它也不是最贵的 它也不是最便宜的 人家就说这个质量非常好 就必须要采用这个品牌的 其实呢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 人家愿意采购就采购呗 对吧 其实这是不符合我们招标的这种要求 商标原产地专利怎么样 都是不允许的 但是呢 我们一般来说呢 你可以怎么样 写上什么 相当于 这是我们怎么样 这是我们这个招标过程当中啊 多少年来呀 有这么一个习惯 这是为了规避这一条 是不允许去设定什么呢 特定的专利商标技术品牌原产地 那怎么办呢 我不说我要采购这个品牌的线缆 我说什么呀 如果你要想投标的话 你必须得使用相当于某某品牌的线缆 那你作为投标人 你这点事还听不清楚吗 如果你这点事你要听不清楚的话 那你就不用投标了 对吧 你永远也中不了标 所以说呢 这个往往是加这个 就不是指定 而自己给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非法限定潜在投标人 或者投标人所有制形式 或者组织形式的 比如说 必须是国有企业呀 才能投标啊 这些 那么其他的这就不说了 重点呢 其实就在这 这几条 你不用背 你只要把它理解了 就可以了 对于投标申请人的审查和评定呢 我们说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如果少于三个 应当重新招标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少于三个 说明什么呀 你说资格预审过 就少于三个 不够三个 那么达不到我们 这个 招标的人数的要求 应当重新招标 发出通知 与申请人确认 这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自个预审了 招标人呢 在规定的事件内 以书面的形式 将自个预审结果通知给申请人 并向通过自个预审的申请人 发出投标邀请书 通过自个预审的申请人 收到投标邀请书以后 应在规定的事件内 以书面的形式 我们以后就不怎么提书面的意思了 就是整个我们的合同啊 我们的工程款呢 我们的招标啊 其实都是以书面的形式 都要求是书面的形式 我以后呢 如果不说的话 大家也不要挑毛病 因为我就默认都是书面了 那么表示是否参加投标 那么在规定的事件内 没有表示是否参加投标 那么不得再参加投标 没有通过自个预审的 不具备投标的人的资格 这就很明显了 对吧 潜在投标人数量不足三个的 招标人重新组织自个预审 或者不再组织自个预审 而直接进行招标 因为什么呢 这个自个预审呢 不是我们招标的必经的过程 如果不满足 那我就不要自个预审了 我直接就招标 对吧 目的是干什么呢 因为它少于三个 你再自个预审 它不够三个 你这个工作进行不下去 那么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你改变你自个预审的条件 你把条件降低 就会有人来了 所以说呢 就多于三个了 你就可以正常的招标了 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你不要自个预审了 你不管你够不够这个条件 你先来就直接招标 招标 然后平标 平凡标 我再告诉你 你不会玩 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 什么目的呢 就是我凑够人数了 对吧 招标工作正常进行了 这是这么一个规定 第四个 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编制和发售 招标文件 在这里面呢 关于招标文件的编制内容 我针对于我们考试的 一些要点问题呢 给大家去列了几条 第一个招标公告 在这里呢 刚才说过了 我也不再解释了 招标公告 投标预审书 有自个预审呢 就可以代替这个什么呀 这个招标公告了 投标人须知 这里呢 有一个点希望我们大家注意 也就是呢 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售之日起 至投标人 递交投标文件 截止之日指 最短不得少于20日 最短不得少于20天 也就是说呢 投标人不是5天吗 至少5日发售什么呀 招标文件 然后他说什么 从开始发售之日 一直到投标截止 不得少于20天 那也就是从这开始 一直到投标截止 不得少于20天 不得少于20天 如果电子招标 电子化招标呢 就是不得短于10天 后来加上了这么一句话 投标法改成什么了 你不是改成了 是你改成 最短15日 小型工程 最短不得少于10日 这个我们就了解一下就行了 重点还是这个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效率 肯定会提高 对吧 那么评标办法呢 一般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或者综合评估法 这个评标办法 我们在后续呢 会有专门的专题去介绍 我在这里就不再说了 然后呢 条件合同格式 条款 这个我们 其实在下一张 就是工程价款管理 工程合同管理那一块 要讲到 然后清单 清单在这里呢 如果是工程上清单 招标的话 清单计价的 那么控制价 在招标文件当中 一定要公布 那么不但要公布总价 还要公布详细的内容 分项内容 也就是说清单招标的话 招标控制价 其实就是最高投标限价 对吧 招标控制价 就是最高投标限价 那么我们在 编制招标文件的时候 一定要编制出来 在招标文件发售的时候 要公布 那么不但要公布总价 各分项的详细内容 也得要公布 然后剩下呢 就是我们的图纸 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技术要求 刚才说过了 这些呢 不得指定 但是你可以说三个字 是吧 相当于 这就不给大家解释了 投标文件的格式 然后就规定的其他材料 这个就没有什么 需要我们大家记的 就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是没有什么需要记忆的 招标 工程量 清单的编制 这就是我们说的 分部分项 措施项目 其他项目 归费和税金 这个清单呢 我们说不同的专业呢 它还真就有点不一样 包括这个编码 包括这个项目的设置 工程量的计算规则 可能都有些不一样 然后这个呢 还好 我们考试呢 涉及到的不多 我们这个呢 就全当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知道 在招标过程当中 有这么一个步骤 就是编制 工程量清单 编制工程量清单 然后呢 最高招标限价的编制 就这几个清单项目 加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全当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说控制价 然后第四个呢 是关于招标文件的 发售 澄清和修改 这个有些知识点 我都不止一字的 给大家讲了 对吧 发售时间 不得少于五日 然后澄清和修改呢 什么 应该在15天之前 对吧 如果是自个儿预审 就是三天之前 招标法 你改为10天 小型工程是5天 这个刚才也讲过了 这是招标文件的 澄清和修改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现场大刊 与召开投标预备会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在招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应当有这一步 是应当有这一步 但不是要必须有这一步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在这里边 容易出现错误 让我们交错啊 或者说去描述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场大刊 就是到现场去看一下 这条件 招标人怎么去组织呢 你可以不组织 但是如果你组织的话 必须什么样 统一组织 也就是说招标人 不得单独或者分别组织 任何一个投标人 进行现场大刊 所以我们有些题目条件 是这么设置的 说这个项目呢 比较简单 然后呢 招标人呢 决定不组织 现场大刊 然后接下来呢 下面一句话是这样的 是说 有一个投标人 他是外地企业 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地点呢 不是很熟悉 就本地的企业都非常熟悉 就只有他不熟悉 那么呢 根据这个外地企业的请求 发报人呢 找了一个普通的职员 领着这个企业的人员 到现场进行了大刊 或者到现场进行了情况的介绍 然后他问你 这种行为妥当不妥当 为什么 问你 现场大刊一定要有吗 答 不一定根据下面的需要 而业主可以灵活的设置 但是如果你设置了 我们就说 你不得单独或者分别组织 任何一个投标人进行现场大刊 如果要组织就统一组织 那么还有的题目是这么设置的 说 由于啊 这个投标人比较多 发报人呢 在一次组织现场大刊的时候呢 工作量太大 难以组织 那么 故决定 分批组织现场大刊 可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 对吧 这是我们设置题目条件 经常这么设置 投标人在现场大刊当中 所介绍的 工程的场地和相关周边的环境情况 共投标人 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参考 招标人 不对投标人 据此做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什么意思呢 我就给你介绍 你自己看着办 对吧 说什么 我们领着大家上线的 踏开了 对线上的情况 周边的情况 工程要进行介绍 那么这种介绍呢 我只是给你做一个参考 说句简单话 就是我可不负责 共投标人 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参考 那么投标人 如果对这个情况 据此做出决策或判断了 招标人是不负责的 这个大家注意 我们题目当中 其实有一道题 说到什么呢 就是现场大刊的时候 那个招标人 介绍 投标人的 介绍情况 然后说的这个采沙子 这个就是沙子供应的这个距离 大约是两公里 然后招标人呢 就是依据招标人的这种介绍 在编制投标报价的时候呢 就按照两公里的这个运输距离 去编制的报价 那么实际施工过程当中啊 这个那个沙场呢 质量不合格 沙子质量不合格 然后呢 不得已又在另外一处沙场采购沙子 然后呢 导致运距呢 是20公里 那么费用肯定增加 然后呢 这个施工单位啊 当时叫做投标人 现在已经叫做施工单位了 对吧 就说原来叫女朋友 现在已经叫老婆了 原来叫 原来叫男朋友 现在已经叫老公了 就是我们说原来是投标人 现在已经是施工单位了 就是乙方了 故提出了索赔 要求什么呢 说当时就是因为你 招标人 告诉我两公里 所以说我按照报价 现在不是了 你应该给我赔费用 那么问你监理工程师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处理的答案就是说 他肯定不能赔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这句话 说我们原来讲课讲过 说你不是这个专业的 你得在考试的时候啊 这个语言描述啊 你得专业一点 你不是这个专业的 你得装的专业一点 不能给索赔 因为根据什么 忘了 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 对吧 那么招标人在现场 踏刊当中所介绍的情况 供投标人进行 投标报价 或者编制投标文件时 进行参考 那么招标人不对 投标人据此做出的 判断和决策负责 你看你说的多专业 评讯人一看 你是很专业 那么印象分肯定会高 这是现场踏刊 一个是不得单独组织 分别组织 另外一个就是这句话 就是我不负责 然后第二个 召开投标预备会 召开投标预备会 它只是进行什么 比如说答疑 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答疑 刚才也说 就是肯定是书面的 肯定是书面的 这个召开投标预备会 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书面回答问题的时候 也可能对现场情况进行介绍 但是都是书面的 我们在进行答疑的时候 大家注意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书面 第二个就是 不管谁问的 你只作为投标人来说 只要你答 就得给所有的投标人 都要答出来 并不是说 谁问了 你给谁答 不是说谁问 你就给谁答 是只要有一个人问 你就必须要答 你答的时候 是给所有的投标人 都要书面通知到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是怎么答疑的 或者怎么解释的 第三个要注意 你答可是答 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 是谁提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要有一个保密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整个的 招投标过程当中 在开标之前 招标人不得泄露 各个投标人之间的信息 你比如说 人家有一个单位提出一个问题 说你按照规定 你书面形式进行作答了 都发给了所有的投标人 然后呢 这个问题是谁提的 你也说了 你这就违规了 因为呢 你泄露了投标人的信息 或者说呢 我们在现场探勘的时候呢 说到早上去了 现在探勘 然后呢 说我邀请了所有的投标人 不知道谁来谁没来 那这样吧 我们准备一张纸 谁来的 在这纸上给我签个到 除了签的姓名以外 你要签到你的 是哪个单位的 你是不是就泄露了 各个投标人的信息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自己想象的 说现场探勘 早上业主代表到现场 说下面我开始点名 我看谁没来 说哪打公司 哪打公司 如果来了 就举个手 你这不就泄露了信息了吗 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这个要点问题就在这 那么第六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两阶段招标 这个招投标法呀 原来没有这个描述 招投标法新版的呢 你把它写进去 什么叫两阶段招标呢 它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或者就是技术复杂 或者说呢 比较冷门的这么大的项目 就是在市场上啊 没有多少家可以做 另外一个呢 对于发包人来说 他也没有经验 他也没有经验 就第一次做 不知道怎么做 关于这个技术标准呢 设备选型啊 他确定不了 那么怎么办呢 第一阶段 有些专业的施工单位 经常做这个东西 他是比较了解的 但是甲方不了解 怎么办呢 他给这些什么呀 潜在投标人发出邀请 要求呢 根据我业主的提供的要求 那么希望投标人 能给我一个什么 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第一阶段 就是一个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就是我要达到这种效果 你说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规模 什么的设备 什么样的这个技术 那么第一步 要求递交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然后呢 发包人呢 收到这些技术建议以后 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论证评审 然后最终呢 确定一个技术标准 第二步 也就是说发包人呢 应用已经确定的技术标准 进行招标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也就是说 需要各投标人提供带报价的什么 这个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 这是第一阶段 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第二阶段 去带报价的投标 如果招标人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的话 我们应当在第二阶段提出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如果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 应当在第二阶段递交 然后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如果第一个阶段 你作为投标人来说 第一个阶段要求你递交 不带报价的技术建议 然后呢 你没有递交 你还有没有资格参加第二阶段的投标 你自己想 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当然是没有了 对吧 我让你帮我提供技术建议的时候 你不提供 然后呢 就第二步 这事投标了 你过来投标了 那个没有那么 那个什么 便宜事 那么你就不允许参加第二阶段投标 这个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说第一阶段 就是招标这一块 然后第二阶段呢 就是关于投标 投标 那么投标呢 第一个就是投标报价的编制 投标报价的编制啊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投标报价编制的过程 就是投标人呢 拿到发报人的这个投标 招标文件 进行现场踏刊 招标投标预议会 然后呢你自己回家编去吧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第三章 图量价典型立体的计算 这个我们在最后一部分给大家讲 因为这部分呢 虽然说在我们教材的第三章 但是往往的考试呢 都放在最后去给大家考 所以说我们按照考试的顺序 我们先不讲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也非常重要 内容也比较多 我们又在最后给大家讲 这是编制投标报价 第二阶段呢就是投标了 那么投标呢 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编制完之后 要递交 肯定在投标截止日期之前 要递交 对吧 你投标截止日期都过了 你再递交 那还能行吗 肯定不行 那么这里呢 有几个时间点 希望大家注意 也就是说呢 编完投标文件要投标 投标呢 应当在投标截止日之前 在投标截止日之前 这是投标截止日 之前要投标 是吧 那么你之后投标的 肯定就不接收了 要投标 这个投标截止日 就是我们投标的什么呀 最后的期限 然后呢 从投标截止日 这一时刻吧 投标截止日 也就是我们的开标日 投标什么时间截止 什么时间就开标 那么也是从这往后 就进入了投标有效期了 就进入投标有效期 在投标截止日之前 你要投标 你说我投完标了 那时候我发现计算错了 错了怎么办呢 我可以修改 我可以 说我不投了 我可以撤回来 也就是说在投标截止日之前 你可以投 你可以撤 你可以改 你想怎么样 没人管你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但到了投标截止日 但到了投标截止日了 你既然投了 你就不能变了 你既然没投 你就不能再投了 那么到截止日 你就不能再修改了 那这时候呢 就进入了投标有效期 这几个期限 我们大家要注意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在招标过程当中 招标人要要求 投标人递交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不是进入了投标有效期了吗 那你说我进入投标有效期了 对于投标人来说 如果进入投标有效期了 说你不允许我撤 那我又偏要撤怎么办 你不允许我改 我偏要改怎么办 那么招标人 以什么约束你啊 那就只能以保证金约束你 让你投标的时候 就交投标保证金 如果你玩赖 如果你不听话 如果你乱来 那么投标保证金 我就不退你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投标保证金 什么时候递交呢 一般来说 应当跟我们的投标文件 同时递交 那么也可以在投标 截止日期之前递交 就可以 对吧 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说呢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经历的投标单位 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 递交投标保证金的 应当从企业的什么样 基本账户当中赚出 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啊 就怕你违标嘛 对不对 说有个单位 给你违标了 那可以 但是投标需要保证金呢 人家都已经给你违标了 你还让人拿保证金 这有点太过分了 那怎么办呢 可能就别人替他交保证金 对吧 为了制止这种行为 我告诉你 谁要投标 必须从企业的基本账户当中转出 是不是啊 那么招标人呢 肯定是不得挪用投标保证金吧 对吧 不得挪用 然后呢 联合体投标的 一会我们再讲联合体的概念 如果联合体就是几家单位 组成一个联合体一起投标 那么其投标保证金呢 由千头人递交 应该符合规定 投标保证金这么递交 交多少钱呢 我们一般都是保函 现在的好多都是保函了 对不对 不是现金的问题 投标保证金的数额 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2% 然后呢 根据我们招标办法里边呢 就说了最高不得超过80万 最多不得超过80万 你不按标准 不按要求递交保证金呢 就作为废标处理 保证金的有效期 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保持一致 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 与投标有效期保持一致 然后呢 交完之后怎么退 合同签订5日后 5日内啊 不是5日后啊 合同 选完中标人了 已经签完合同了 签完合同了 就已经没事了 对不对 签订合同5日内 要将中标人和未中标人的 投标保证金 同时退还 要退 同时退 然后呢 不但要退本金 还要退什么 同期的银行 存款利息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关于保证金的问题 那么保证金是这样的 大家看 这个项目固存价的2% 最高不止超过80万 这个事呢 有一点小争议 什么争议呢 这事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 这里说的2% 这里说的不得超过80万 这个文件已经是黑子白字 白子黑字 写到里边 对吧 这个是真的事 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 有这么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 不得超过80万 这个事呢 这个文件稍微的老了一些 就是时间太长了 现在的我们这个项目呢 都这样的 说几亿几十亿的项目 可能都不是一个 太罕见的项目 那么对于投标保证金 80万来说呢 这个有点不太 就是不太够约束 我们投标人 现在一般认为呢 这个有点不适用 就是金额太小了 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 发展的经济发展的水平 对吧 原来100块钱 能买好多东西 现在100块钱 你可能就吃一碗面条吧 就这个感觉吧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大家现在有点小争议 就是是不是执行这个东西 原来呢 我们这个案例分析教材是这样的 就是他认为呢 这个的效率 效率啊 不是效率啊 这个法律效率 这个文件的层次 要比它高 所以说我们要执行这个 2% 不再去管80万这事 但是按照现在这个 案例分析教材的思路来说呢 这两个必须都得执行 它虽然说不适用 但是它避着 竟是有个文件在这放任的 所以说除非它作费了 那么这两个都需要执行 第二个呢 就是投票保证金有效期 和投票有效期保持一致 第三个要注意 签对合同后五日内退款 退款什么 这个银行从其到存款利息 一定要注意是存款利息 而不是贷款利息 如果说贷款利息 这事就错了 就错了 我记着我们 这个应该是哪一个合同翻本吧 应该是标准收购照表文件 还是哪一个合同翻本 就是最新版的合同翻本 说到了这个 旅约保证金 还是什么保证金 仍然 既然要这个是贷款利息 我就有点不太理解了 对吧 这个保证金呢 是为了保证这个顺利的执行 约束对方 而采取的一种形式 那么这个东西呢 保证金它不得用啊 不得挪用保证金 这个保证金其实就在账户上趴着 不得用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这一段时间所产生的价值 那也就是银行的存款利息吧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用存款利息 实际上比较合适的 如果用贷款利息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了 那你让不让他拿着这个保证金 去放贷款呢 你又不让他用 你还用贷款利息 这就 那你让发报人 这个上哪去找这部分插门去 是不是 所以说有的文件 我觉得说的不是特别的准确 或者不是特别的恰恰 当然了 这个跟我们考试没有关系 我也说 看到这了 也就是想到这了 那么这个保证金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出现下来的情况下 保证金不许返还 什么呢 投票人在规定的投票约期内 撤回或者修改投票约期内 我刚才说了 投票约期内不允许再动了 那么投票人 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 中标通知书是什么 中标通知书是什么 承诺对不对 那么具具效力了 收到中标通知书 没有正当理由不签协议 或者呢 什么没有递交 没有按照规定 递交履约保证金的 履约担保的 那么也是算计违约 所以说呢 保证金也不退 这两种形式 投票游戏啊 这个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 投票游戏呢 我们说文件当中 没有具体的规定 投票游戏到底是多长 那么一般来说呢 投票游戏的是60到90天 大型项目是120天 120天 然后呢 我们新版的教材呢 就把这个120天 也给删掉了 也就不再提了 就是你提不提 我觉得对于我们考试来说 都没有影响 你提呢 我也不会看 你不提 那更好 就当没有这事 所以你就知道一下 大致是60到90天 大型项目120天 那么投票保证金 与投票游戏呢 这个两个有效期是一致的 这个投票有效期呢 能不能延长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投票有效期也可以延长 什么情况下呢 出现特殊情况 需要延长投票游戏的 这个怎么处理这事呢 如果招票人认为 有必要 或者应该延长投票游戏的 他应该书面通知 所有什么呀 投票人 书面通知 投票人 然后在这里呢 投票游戏 如果投票人同意延长的话 那就继续投票吧 对不对 因为你投票人同意了嘛 但是呢 同意延长了 有效期 但是呢 你不得改变和修改 撤回投票游戏 就是你正常投 只是期限延长了 这是同意的情况下 那么有的投票人 如果不同意呢 你同意不同意 你同意了 你继续投票 如果你不同意 那就请你出去 就其投票是效 那有的投票人说 我不同意 你让我出去 那我有损失怎么办呢 有损失怎么办 赔你 有损失的 有适当的 可以给你补偿 投票保证金 也可以撤回去 也退回去 因为毕竟不是 投票人的违约嘛 应该是招票人 延长投票游戏了 对吧 这个呢 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说的 投票游戏 是可以延长的 这个情况 怎么处理 大家要注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概念 叫做联合体投票 这个联合体投票呢 就是几家单位 组成一个联合体 进行投票 这样显得实力更强嘛 对不对 中标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呢 云不允许联合体投票 是发报人说的算的 在招票文件当中 如果明确不允许 联合体投票 那么是不接受 联合体投票的 联合体投票呢 应当有一个 联合体投票协议书 也就是联合体成员之间 要有一个联合体投票协议书 协议书里当中应该约定 他们各自负责的工作 以及呢 谁是牵头人 怎么去协调这个工作 明确牵头人和他的权利义务 刚才我们说了嘛 联合体投票 牵头人要递交投票保证金 对吧 这里呢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保证金是牵头人递交 但是这个保证金可不一定 必须是牵头人一个人 对吧 正常来说应该分比例 按比例去除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联合体各方签订 共同协议书以后 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票 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 参加其他的联合体 在同一项目当中投票 否则相关投票均无效 也就是说你都已经组成联合体了 在一个项目里投票了 你就不能单独再投这个项目 你也不能组成其他的联合体再投 对吧 这种规定是很有道理的吧 如果说你组成所有联合体 都投那谁家中标都是有你一份 这就没有道理了 所以这个点规定了大家注意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说联合体投票呢 这个各方的资质啊 什么这个就不能再改变了 第四个 由同一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按照资质等级第一的单位 确定资质等级 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大家 你只要是这个行的行内的人呢 这个都不陌生 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按照资质等级第一的确定资质等级 这句话是我们资质标法里说的 但是我一直认为 他说的有点毛病 就有点问题 但是也没办法 这个就这么规定的 大家看 新的这个投票法的征求意见稿 想怎么改呢 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 根据共同投标协议约定的专业分工 分别按照承担相应专业工作的资质等级第一的单位来确定 我觉得这个黄字的部分比蓝字的部分要合理的多 对吧 怎么来理解呢 为什么要有这一条 大家都清楚 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呢 就是防止什么的 一些不具备资质的单位和一些具备资质的单位组成联合体去投标 然后中标以后呢 由不具备资质的单位进行实际的施工 就要防止这一条 为什么说一定要认定资质等级低的为联合体的资质等级呢 就是要防止这一条 但是 我觉得我们呢 这种制定政策啊 或者说这个制定这个思路呢 应该改变一下 那么按照我们原来的思路是这样的 就是我为了你 我问你会不会游泳 说你不会游泳 说我为了怕你掉水里淹着 怎么办呢 我就连水都不让你喝 就这么一个过程 说我为了你好 你不会游泳吗 你不能沾水 你要沾水了 万一淹着怎么办 所以说我为了你去做一些那样的勾当 怎么办呢 我就硬性要求按资质等级低的 其实按道理来说它不合理 为什么呢 一个一级资质的 一个三级资质的 加起来呢 算三级资质 算三级资质的能力 这肯定不合理 对不对 你有一百万 我有五十万 咱俩加起来 认为我有 我们俩有五十万的能力 应该是一百五十万呢 至少是一百万吧 那不能说是有五十万的能力 那这个思路就这样 比如说联合体有一个建筑的房间的一级总成包 三级的市政 就这一个单位 第一个单位是一级的建筑三级的市政 第二个单位是一级的市政三级的建筑 那我问你 他俩组成联合体 这个资质等级怎么认定 按照这个同一专业 资质等级低的 那肯定是 本来他俩实力都非常强 一个一级建筑 一个一级市政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有了一个三级市政 他有一个三级的房间 那么就导致他俩的资质等级就是 三级市政和三级房间 是不是不合理 但是根据我们的修改法 修改这个意见稿来说 应该什么呢 那么这俩组成的联合体 那肯定是 如果是房间工程 肯定是他做 那么市政工程肯定是他做 那么在房间工程当中 那么我们就应该什么呀 以他为准 那么在市政工程当中 应该是以他为准 这才是我们一个合理的资质人民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的一种趋势 对于我们考试来说 你就记住资质等级低的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管他合理不合理 按照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以后呢 可能我们会逐渐的去改善这个东西 那么联合体呢 这也要有签读人 对吧 这个联合体签读人递交的投标保证金 对所有成员呢 都是有约束力的 约束力的 这是我们说 联合体的这个 相关的说法吧 那么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啊 有些挑错改错的 我们要注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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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